好 为何山陀儿的动态会如何诡决多变 成为墙台又下修为中台 接下来走势会如何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气风险公司李之航李经理 加入我们的直播 经理晚安 主播各位观众晚安 好 经理其实我们刚刚稍早这个新闻当中就分析 山陀儿台风实在是路线跪决多变 而且是很少见的由西向东登陆的台风了 那我们就很好奇 接下来呢 触入过后 它的走势跟行径会是如何 速度还有机会加快吗 还是就如同新闻分析所说的 慢慢慢慢可能会消散于台湾上空当中呢 好 那山陀儿台风它现在目前的位置 在这个时间点大概在高雄西南外海 大概100公里的海面 那它现在移动的速度大概是8到9公里每小时 所以我们换算下来 大概还要大概12个小时才会登陆 那它的移动速度大概也不会变 就这样摇摇摆摆慢慢的往高雄这边前进 所以大概要是抓明天上午的时候 它才会登陆我们的台南到高雄交界一带 那就如同刚刚主播这边有提到的 其实现在它的海温啊 或者说东北激风南下 都是对它发展非常不利的因素 所以它在慢慢接近的过程 它其实强度也会慢慢在耗散 那预估它登陆的时候 可能强度只剩下中度台风的下陷 到轻度台风这个程度 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一登陆之后 其实很快的就会减弱 变成热带性低气啊 那目前看起来可能在明天的下半天 它就有机会从台风降格为热带性低气啊 那到时候中央气象署相关的台风警报 也有可能解除哦 但是对于风雨来说 其实最需要注意的还是在台风 登陆地点附近的高雄屏东一带 在明天台风登陆前后的几个小时内 可能还是会有超过11 甚至到13级的这个强阵风啊 但持续的时间不长 因为台风环流溃散的很快 那另外有个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现在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 现在这一带其实累积的雨量已经破迁了 那到明天台风登陆前 其实雨势都还会持续哦 所以这一带的累积降雨 有可能会再上修 那这个也是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因为通常破千毫米 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土石灾害发生 那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北部地区的风雨哦 那北部地区的风雨 可能现在开始就逐渐的在增强 那等到台风登陆之后 其实明天同一时间东北季风南下之后 其实北部地区也会开始感受到 很强的风势跟一阵一阵的雨势哦 可能会持续到明天的晚间 然后开始缓和一点 礼拜五的时候都还是持续有雨 强风的天气 好我们谢谢李经理听我们分析哦 所以呢其实今天呢 对于中部还有北部地区的朋友来说 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因为接下来呢 山陀的台风登陆过后 全台湾呢都会在它的暴风 半径影响范围当中 某某只想要请继续请教经理哦 因为其实今天的全台放台风价 也引起很多民众的讨论 有赞成的民众呢觉得人命关天 那么在家躲台风 不论有没有风雨 都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但是也有人认为呢 这会伤害台湾的经济以及运作 那我们知道灾防法呢 对于风势与世都有一定的规定 但决策还是在地方政府的 但这中间到底怎么样的决策 才是回归于专业对台湾才是最好的呢 想请教您的看法 好那就从气象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单纯的就是会把 风速跟雨量的数字量化给 灾防的决策单位看 从这张气象署的角度来说 那我们回头来检视 今天全台湾的台风价 其实在新竹以北的沿海 我们的阵风都是有达到 停班停客的10级标准 新竹以北的沿海 甚至桃园的新屋有出现到 11甚至12级的阵风在这个时间点 那明天我们预估东北季风南下之后 其实这样子的风势会更强 所以其实在从灾防法的角度来说 其实气象署的风雨预报是没有失准的 但是沿海地区跟大家平常在内陆市区 要做通勤要做工商业的活动 是有很大一段的风速差距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 也许我们要去讨论的课题 就是说怎么样的风雨预报 适合大家首长来做判断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通牌要去考虑的状况 确实就像经理所说的 其实气象署这一次预报并无失准 可是呢在地形或者是地势 或者是海边呢 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数据 这可能也是首长考量的点 因为同一个行政区不能就差别待遇 所以才会决定停班停课 这真的是很考验首长们的智慧 也是灾害的政治学了 我们谢谢经理的分享 谢谢主播 谢谢各位观众 高雄骑今风力明显增加 就有外国游客刚到渡船头 想要靠近观浪 就立刻被远景驱离 由于风势强劲 骑今街头出现不少散落雾 就连岸边围栏也被吹坏 另一边在高雄的洲际码头 则是因为海水倒灌 造成海水全往旁边供场烟 同样是沿海地区的高雄永安 也有七级风 出现近五米的大浪 其中就一艘渔船 疑似因为没有固定好绳索 被冲到海上 在海浪来回拍打之下 多次猛力撞上小波块 随时都有可能会解体 山陀的台风预计在今天深夜 到明天上午登陆南台湾 南部地区的风雨 可以说是越晚越强 现在高雄市区 已经开始吹起了八级强风 八级强风吹拂下 高雄的前正月永路跟雲路口 则是有大树疑似不敌强风 应声倒塌 倒塌范围大 几乎占据了单向车道 远景也赶到现场指挥交通 出动人员据数清除 而琳雅的凯旋二路跟同系路口 也同样有分隔岛的路数倒塌 占据了外侧车道 但所幸两起树倒都没有凑成人员受伤 体别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好山陀儿清洗中南部地区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入夜过后呢 风墙宇宙感受会更加强烈 最好待在家里堕台风 以侧安全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若是中南部的朋友 您的社区大楼的铁卷门以及透天措 如果呢要做好防台措施 关紧关闭 可能不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先前有台风呢 就是关的紧紧的 结果导致强风的真空效应 很多铁卷门呢 因此而故障了 所有专家提醒 最好可以留一些缝隙 分散压力 上次人武地区淹大水 很多车辆经过 导致住户的铁卷门被撬开 但是现在住户学乖了 懂得要打开门 上次是不知道 整个都是放下 都是在睡觉状态之下 还产生这样 现在大家都学乖了 大家都把铁卷门拉高了 记取凯米台风教训了 人武整排透天措 铁卷门不敢再完全紧闭 而是打开一部分 甚至有人改装 花了五六万整修费 底下铁门做镂空 留出空隙 我们特别请人家做开口的 下面没有 对对对 把它割掉 然后整个把它弄平之后 对所以变这样 变成这样我们后来隔几天 又请人家来做这个补墙 这个是补墙的 对 旁边在家后 甚至还看得到 切割维修的痕迹 因为上次凯米台风 马路淹水又有车辆经过 建起的水浪把铁卷门冲到变形 就因为当时铁卷门完全关上 水坡撞击扭曲变形 门面越大片的铁卷门 越有机率被真空效应吸附 造成脱轨故障 铁门中间以及底部最脆弱 如果完全紧闭 遇到迎风面或是水坡浪冲击 铁门会承受不住强烈的撞击 也有人特别在中间 加装质感当作保护 也就是说台风来 铁卷门别关上 避免受封面或是水坡浪的冲击 至于担心门开开会淹水 最好是像这户人家 以及银行外额外在加装水闸门 保护ATM机台泡水 双重保护 TVBS新闻 好那么高雄已经连续两天都停班停课了 那么有上班族呢 他因为业务需求 所以还是得上班 担心骑车危险 就把机车误停在奥雷所属的单车停车阁 结果被奥雷给锁车了 就通知保全呢 请他来解锁 苦苦等了半小时 在风雨当中淋雨 台风山陀而来袭 高雄大风吹不停 街道上空无一人 白色停车阁 仅有一台蓝色脚踏车倒在一边 高雄一号当天停班停课 但台风天还要上班的李姓女子 担心风太大危险 改搭捷运 把机车停在高雄草芽 Aulis外的停车阁 等他晚上十点来牵车时 机车被上锁 当时很匆忙 所以就停了之后赶快去搭捷运 然后回来才发现原来那边只能停脚踏车 停车阁并非公有 而是属于Aulis的单车停车阁 业者的公告上显示 若机车停在这里 一律锁车并收费 还需缴纳每天100元的费用 但投诉的李姓女子控诉 她愿意按业者规定缴费 但抱怨打了十几通电话 却找不到人处理 有点错愕 但是有看到报示牌之后 就马上打电话 但是电话打不通 后来又得知电话号码是改过的 留的不是正确的 的确是有点真实 等了快三十几分吧 就在现场连连连了三十几分 李姓女子觉得傻眼 最后只好求助警方 才顺利把车牵走 警方到达现场后 立即向管理士询问 相关事与并通报人员解锁 针对民众不满 保全电话不正确 怎么都找不到人 高雄草押回应 保全电话号码没有变 是电话转接系统故障 2号已经维修完毕 TVBS新闻林一邦高雄报道 观众朋友 我们带您看到今天入夜过后 高雄的市区吹起了 八级的强震风 由陆树呢 不敌强风吹拂应声倒塌 目前我们的记者玉敦就在现场 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 是否有人员受困呢 好的 持续带您来关心呢 现在山陀尔台风 对于高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 像是记者目前所在的 这个凤山区五甲国中旁边呢 其实是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陆树开始慢慢的 树枝已经被这个强风给折断了 那现在现场其实是已经有开始有很多的树枝 还有树叶 那在我身后的这边呢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树枝 是被这个强风给折断 那现在已经刚好砸中了一台银色的小客车 那这个小客车呢 就是已经开始被这个树叶给团团包围了 那幸好当时是没有人员在车上的 不过这个车顶应该是已经受损的情况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一旁还有这个高挂的树枝 它虽然已经被折断了 不过呢 它就正好卡在这个灯柱上面 那待会呢 也是要小心预防 它会不会再这样子掉下来造成危险 那现在这个强风呢 已经在高雄地区陆续传出了灾情 上市在大辽区 目前就有1716户是因为这个强风 把高压电线给吹断了 因此呢 现在是停电的状态 那台电呢 在大约下午4点20分的时候 已经开始在抢修当中 不过呢 因为这个强风跟豪雨的确都还在持续影响高雄地区 在抢修上造成了困难 因此目前还是没有复电的情况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就连民众都来看了这个被树压中的这个车子 那其实呢 在今天对于高雄还有南台湾这个台风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嘉义县市还有台南以及高雄和屏东 都已经陆续宣布了明天停班课的消息 提醒民众如果没事的话 千万不要出门 因为预计山陀儿台风会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早上 对台湾的影响最为剧烈 好 那我们目前就是掌握到的情况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好 刚刚画面当中看到高雄风势稍歇 不过八级的阵风陆树硬声被吹道 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山陀儿台风就即将登陆了 真的要多多留意 而嘉义台南高雄都是警戒的登陆范围 那我们线上有很多网友留言哦 这个Texy2说山陀儿要以中台巅峰之姿杀进台湾 确实大家要多多留意了 待在家中 锁定我们TVBS直播掌握最新的台风动态 还要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台南午盛夜市呢 今天受到山陀儿台风影响 游客三三两两店家也都没开门营业 现场的情况我们交给林莉 林莉请说 晚上七点钟想好你的晚餐要去哪里吃了吗 在台南很多人都会想说周三谁啊 要到午盛夜市来 但是你看到我旁边 黑漆漆 黑漆漆 空荡荡的一片 因为受到山陀儿台风的影响 今天的午盛夜市其实是没有营业的 请如果等一下要趁风雨空挡来洗牙齐的民众要特别留意 今天是没有开的 只剩下周边的一些店家还有持续的营业 但是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呢 其实今天人潮也是明显的有减少 要来问一下老板娘说 今天这个人是不是减少很多啊 对 蛮多的 今天大概减少多少 七八十 七八十是谁 那你这样今天生意有受到影响吗 有 蛮多的 因为原本是每个礼拜都期待说今天午盛有开 然后今天你这样备料有差吗 有少差不多一半 一半以上 那目前营业到现在就是来的人大概几个啊 这样算得出来吗 都是外带的比较多 都是外带 就是不敢内用就可以 对对对 对对对 谢谢老板娘 谢谢辛苦了 可以听到老板娘说今天啊其实人真的变少很多 因为其实在台南这边入夜之后 风雨呢其实真的是明显的变大 可以看到呢我现在站出来外面这边可以感受到这个风 其实比雨还要很还要再更大一些 尤其呢这个台风啊是慢慢的逼近我们 而且气象署是预估说很有可能会从台南这边来登陆 而且呢虽然说它的强度是慢慢的减小减弱了 但是啊它的结构整个还是很完整的情况之下还是不排除可能会有致灾性的强风以及大雨的发生 也提醒民众呢真的如果想要趁风雨空挡来塞雅齐的话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TV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